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能跟邱杨子去办他在上海的第一个个人展览 其实也是全世界的第一个个人展览 然后我们画廊节诗园是从1979年开始的 我们先在香港成立 然后我们2000年的时候在上海也有自己的空间 然后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做水墨为主的 然后这次的合作也是非常的特别 也是我们第一次是做摄影的艺术品 画里面包括我们身后的这一张画里面 它虽然没有直接镜子的意象 但是它有一个特点是跟心境非常相关的 就是它的虚空 虚空在我们的传统的技法里面 它有一个术语叫留白 那我就想说 为什么像我们身后的这一张 还有我们侧面的这一张 你的留白方式这么的特殊 为什么是下虚上时 下虚上时 下空上黑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安排 就是反过来了 那为什么不反呢 当然是要反的 因为你要呈现的不是一个静态的程式 而是一直在行动的 那阴跟阳也是一直在不断的相互交错当中 才可以循环往复 才可以生生如稀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意境的话 跟你城市的这种生生不息 车水马龙 灯红酒旅 就非常的能够切合 那所以我就觉得 你这个动 它的就是反者倒是动 就是老子的话 你这个动的意涵 其实是为了什么呢 你为什么要动呢 就是你为什么要反过来 为什么要有这个动作 你为的是更多的动作吗 更多的喧闹吗 还是说别的一些其他的意涵 这么去看三部主图的时候 你才能够感受到 人生没有办法踏进同一条河两次 你每一个时刻 每一个当下 其实都是不同的 都是在不断的变化的 而我们只有珍惜当下 去感受到那份 你定的时候能感受到的那份安逸 所以整一个画面 当我们在每一幅画面之前 静静地欣赏的时候 去走的时候 其实就像曼华刚刚说的 其实都是在一个修心 都是在让我们的心安定下来 到最后都是在回归到我们自己 我们画面 它是我跟观者交流的一个方式 而这时候它变成一个载体 去希望让大家心静下来 然后我们去看到 所以当你心没有很静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东西是静止的 而当你的心很静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东西是动态的 所以我是邀请观者去感受那份细微的差别 然后察觉到自己本身 这个心像的这个像 让我们回来再点一下这个题 这个像它超过了形像 物像 物品 包括景物 它超脱了这些 其他的一些 这种事物的这些属性 而跟人做了链接 因为心是长在我们人身上的 那心像 它就是一个 主客的一个交织在一起的这样一个情境 所以我觉得 最后我们就可以体会 为什么心像 这个题目非常的符合 这一次展览的主题了 如果只是一个镜子的话 它是一个三维的一个装置 而让镜子呢 可以通过由下往上看的导影 去看到更多一个维度的sensitivity 而它上面呢 又有一个弧形的这个装置 其实它也是在用三维的角度去呈现一幅作品 而且里面的那个画面 因为在后面 您现在正在看的 这个新古典主义时代的古董的镜子 上面有一个女神 那个是希腊女神Horah 她代表的是十序女神 她掌管的是时间的更迭和四季的更迭 所以选择的那个画面呢 是在丹麦的森林之塔上面 到这边它也有一面镜子 那这个是拿破仑 三四十七一八五零年到1900年的 十七的这个镜子 那这个镜子呢 它是用一个框框的雕花去展示的 所以中间我在选择那个画面的时候 也选择了柏林的一个画面 是有一个框框 就代表的是我们的社会 其实有它自己的秩序 我们的古代的传统 也都有自己的秩序 其实这些秩序正是支撑和维系 我们整一个community 我们整一个社会 如何有序发展 并且能够持续不断的 去提升和成长的一个保证 这些秩序正的秩序 就是我们的秩序 就是我们的秩序 我们的秩序